大家好 今天是3月16日 星期三下午 跟大家回顧上午港股的表現 港股隔夜時 歐洲股市的抗業股拖累 今天其實抗業股方面的表現 都不算太理想 恆生指數暫時跌超過100點左右 去到20200點以下 恆生指數依然是市底不算差 只不過在短線之內 升幅都有一段幅度 之前去過20500點 都需要短線回調 正如今早所預測 有機會要回調 去回十天線的位置 目前十天線是2150點 我相信在那裏會有支持 去到那裏的時候 大家可以再去做一些長倉及談 可能資源股方面 目前為止 依然需要多審查一些時候 可能會是一些H股 甚至是一些騰訊 將會出業績 都可以留意 去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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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看